好 另外让店员很难接受 真名男子去年在台北市市林的某一间超商 一天之内两次拿假超前来买香烟 两次都被这个店员给试破了 但是没有想到到第二次被发现时 真名男子还用戏虐的语气大算店员 眼睛这么好 警方来到现场 男子还情绪大失控 抓起酒瓶 攻击三个园警 市林地院生理之后 依法判他四年有期徒刑 东西放射 超商店一名男子情绪很不稳 警察逃出警棍制服他 没想到男子直接拿起酒瓶狠狠砸下去 而报警的就是超商店员 事件导火点是因为男子拿假超 意图芯片 当时正名45岁男子持千元未超 到超商满烟 被店员发现是假超 男子才将烟汗钱退还 但当天晚上顾忌重施 再度拿假超上门 再被店员试破 他却以戏虐的语气 酸店员说你眼睛怎么这么好 这回店员不忍了 直接报警 开庭时男子已不小心拿错 跟店员开玩笑带过 但法官认为男子被发现后 以戏虐的态度应对 显然不是不小心拿错 而且行为时已经45岁 具有制式程度 因此一行使未造货币罪 妨碍公务罪等 判他有期徒刑四年 那假超行骗不但没有回忆 还拿酒瓶供警援警 造人三人受伤 法官重判让他好好反省 接着吴文艺张士奎台北报导